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今天带大家来到了西爪哇芝比农镇 从雅加达北区开车过来的话 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据说这里有一座非常独特的清真寺 它跟我国一般清真寺不同的是 它的建筑形式采用了中国的建筑风格 真是非常的独特 我们一起去探索探索吧 哇 大家看一看 这里真的非常的壮观 这里就是当地最有名的成国龙清真寺 是由一位虔诚的华裔穆斯林书兹所兴建 在西爪哇的这个镇上 还有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 高高耸立在这里 这简直太像中国新疆的清真寺了吧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陈国龙清真寺建立于2005年 耗资20亿印尼顿 完全由陈国龙先生出资所建 清真寺加上周围的建筑占地一公顷 而清真寺建筑面积宽达320平方米 高达四层楼的建筑 专地而起 高高耸立在芝比农镇布拉拉达村里 这些故事我感到的 我感到的事情 由于中国国土地的建筑 我建立在这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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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4年 由于中国土地的建筑和中央 然后这些社会 这些社会不可以在这里 我身为了解了 Nabi Muhammad 说 在设计则中的计划 就在中国的计划 Indonesia只有一个人的计划 所以2004年我建立 我广队的工具 我广队的工具 也有钱我审计的工具 全的工具 清真寺的壁面有红色、绿色、金黄色 像是一座华人的寺庙 这座清真寺的建筑过程由陈国隆亲自设计 身为华裔穆斯林 陈国隆一直想要在印尼国土建立一座充满中华文化特色的清真寺 一开始有了建立清真寺的初步想法 他到各地寻找关于中国宫殿建筑的资料 最后选出了清朝皇宫的类型 便决定结合印尼的文化特色 整个清真寺的建筑形式都是由陈国隆先生亲自设计的 而且刚刚我仔细观察过 清真寺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结合了中国 中国与穆斯林的文化 一般经过这里的人如果没有仔细看的话 还真会以为是一座庙椅或者佛堂 其他的特色就是四面八方都有门户 而且每一扇门都有上绿漆 上面有金黄色的雕刻 从高的智力 外屋顶上排列着低头的斑鸠 代表所有穆斯林要有不屈服的精神 因为独特的建筑形式,成国龙清真寺也成为支笔农镇的一个重要旅游景点 许多游客来到这里都想要亲自来看一下充满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清真寺 这也成为当地人的一种骄傲 乌岩的四个角落明显刻着一个王字 这些字跟阿拉伯书法艺术的字体紧紧相连 其中的含义就是所有种族应该和谐相处 成国龙清真寺不只是一个做礼拜的地方 这座清真寺的方格都含有真正的生活意义